HELLO 各位夠車智的車迷朋友你們好 我是佩佩 我身後這輛車款是福斯商旅即將上市的KD MAX FORMOTION 各位夠車智的車迷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款車是福斯商旅即將在台灣上市的KD MAX 2.0 TDI FORMOTION 2.0 TDI跟1.6 TDI最大的差異就是在2.0它有搭載了四輪傳動的系統 同時還有扭力分配系統 這次的HELLO DEX扭力分配可以讓搭配四輪傳動的KD在一般道路行駛的時候 不僅在彎道的極限可以提高而且在彎道的穩定性也更加的提升 還有在它的扭力分配系統可以依照不同的行車的使用情況去輸出不一樣的動力到後輪 像是如果在很泥泥的地方前輪發生了嚴重打滑 扭力可以百分之百的傳到後輪 那目前在台灣販售有兩個車型 一個是KD MAX 1.6 TDI售價目前優惠123.8萬 還有我們今天試駕的2.0 TDI FORMOTION 它的售價是149.8萬 那不管在T5或是在Golf各種福斯的車款 你都可以看到同樣的家族特徵的水箱護照 那在KD上面這次也裝上了家族式樣的水箱護照 那在大燈的配置的部分是沒有HID 可是在大燈下方霧燈呢它具有彎道照明功能 就是隨著你方向盤往左轉往右轉的時候 會左右不同亮起去提升你在彎道照明的一個功能 從車側看去你可以發現第一個就是它的車身尺碼很長 因為它的軸距很長它的空間非常好 它不是一台5家2人做的MPV 它是屬於一台完全可以做7個大人的MPV 以及它車側呢是使用一個滑門的開啟方式 但是它不是電動滑門 還有它有行李架的配置 以及輪圈的搭配是16吋 福斯商旅呢不論是T5還是KD 你都可以發現它的尾門設計屬於比較單調 而且都是因為空間的需求 所以是一個非常直立式的設計 就是一台相形車 尾燈設計上呢 這次也有搭配了後霧燈的配置 因為它是柴油的車款 所以在排氣管的設計上 也沒有很多特別突出的部分 空間機能就絕對絕對是KD它的一大優勢 光是你從打開它的行李箱 它的行李箱容積量標準的三排座椅都立起來的時候 它的容積量達到530公升 那藉由第二排的座椅 可以以六四分離的方式呢 折疊或是拆掉 第三排的座椅也可以收折或是拆除 如果你把所有的座椅 二三排座椅都拆掉 它整個行李箱的容積量 可以提升到3880公升 基本上KD不管是商務需求 你要載貨 或者是家庭出入要做7個人 都是非常的夠用 那在前座我調到我正常的駕駛座姿 那它駕駛的視野也屬於比較高 尤其是你坐在車內呢 它的頭部空間的表現非常好 以及它整個三排的座椅 都是使用劇院式的設計 就是駕駛座是最低的 那到了第三排的位置就是最高的 所以你坐在第三排 你也不會覺得特別壓迫 因為你整個的視野非常的好 內裝的部分 這次很高興在KD上面 也搭載了RCD510的音響主機 但是它除了在影音配備 包括它整合了電話 或是各式影音播放 最可惜就是它沒有整合一個倒車CCD 在KD這麼大這麼長的一款車 它在尾門上有一個鏡頭 並且連動到RCD510的主機 我想這應該是列為標配 因為其實你在倒車的時候 你很難去看到後方有什麼物體 或是後方的人行道你也很不容易看到 那我想這次車主如果購買KD之後 必須要去升級的一個部分 而且在內裝的質感上呢 這次使用了很多塑膠的用料 不管是在門板上或是在中控台 都是使用塑膠 座椅全部都是手動調整 沒有電動調整的功能 而且它也可以手動調整腰靠的部分 那座椅的材質是使用布椅 方向盤的設計是三浮式 在方向盤的左右兩側 都有按鍵可以操控 包括你的音響主機影音配備 或是在雙元式儀錶板中央的資訊幕 也可以透過方向盤上面的按鍵去操控 這具2.0升TDI柴油渦輪增壓的引擎呢 這次也搭配6速的濕式DSG變速箱 那這也是在福斯商女上第一次搭配6速 那之前都是使用7速乾式 那因為它這款柴油車的扭力輸出比較大 整個扭力的負載量要提高 所以它也換了一具濕式的變速箱 那其實這具引擎它最大的馬力是140匹 最大的扭力是32.65公斤米 它0到100加速是11.3秒 不能說是非常輸出很猛爆的一個引擎 但是在KD上面開起來就是非常的穩 它不會有很嚴重的Tobolet 基本上它的換檔也非常的平順 所以你開起來會覺得它很有力很實在 讓你在不管各式各樣的道路 你開KD有這樣的引擎跟DSG的搭配 你不會覺得有任何重拖的情況 149.8萬的KD 它換來的除了有四輪傳動之外 它還有非常完整的主被動安全 那包括這次也搭配了ESP 那它可以有效降低車輛失控翻覆的機率 那還有我之前提到的彎道照明系統 以及這次還有在主被動安全還有安全氣囊的部分 它除了有駕駛雙前座的氣囊 SRS的整合式側氣連 基本上它在主被動安全非常的完整 加上它四輪傳動以及扭力分配系統 讓它整個車輛的性能表現得更好 它的安全性表現得也非常好 那另外最主要的重點就是它的空間機能 不管你是要商用的需求 或是你是家庭如果要坐7個人 那我想KD也是一台非常適合的車 而且它2.0TDI這樣子 加上6速自手排的搭配 讓它引擎出力非常有力 讓你開起來會很有信心 而且開起來也非常穩 那其實我之前只有坐過KD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開到 我不知道它原來開起來這麼的穩 而且在乘坐品質上 雖然後座的座椅 大腿支撐性表現不是很好 但是它為了有三排的座椅 所以它在大腿支撐性 有打了一點小小折扣 我想這是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它就是一台讓你可以載著 從一家老小出遊 都絕對是沒有問題的一款車 那我今天就試駕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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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